从出国的时候朋友圈就给我们 屁闭啊 到现在十几年了 现在唯一的联系方式 微信 一旦这个微信中断了 一切消息都没有 高中毕业以后出国的到那 法国梅斯读的大学 这么多年我们也没去过 他在法国你也没去过 没有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他就觉得好像不希望这个父母去 我不知道他处于什么心 我当年 有一段时间很不向我父母来看我的原因 说了什么就远远就总觉得自己 没混好 父母来了以后看到自己 不是特别的 光鲜的一面 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他给你开过口标求你帮助过吗 一次都没有过 你我点一下 你如果不帮就算了 他就这样的人 他不是 亲妈这话说的对不对 就像你们这情商比较高的 不不不 我跟你说 姐你看我在直播间里情商挺高的 你没事挺来看乐呵的 但其实真的到了妈妈面前 我还是不愿意展现出自己 落小的一面 年前吧大概是 想要看房子 我说可以 我说他意思 你给我挣个首付 他也有工作吧 他有工作呀 那不挺好的吗 不是他先把人生大事解决一下 这买不买房子 我觉得先把人生大事解决一下 你就不敢问他 你就不敢问他 他就不说这个事 你要说你买房子可以 然后我这边我爸房子卖了 我立马就那啥 你现在房子国内的形势就这样的 是不好买 那我给你凑一部分也行 他来个说啥 不要了 他这么火鸡火燎的买房子是不是 是为啥 他就没给家 不是 他没给家里人说他找对象 什么都没说他就没有 从出国的时候朋友圈 始终就给我们 屏蔽了 到现在十几年了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有时候想想 真的也很失败 大家来说是一种折磨 实话实说 这我呢 很失败 不不不姐你别这么说 现在唯一的联系方式 就是一个微信 一旦这个微信中乱了 一切消息都失败了 你没有他手机号码吗 手机 好像是去年 给我了 但是你想想 一般没事 又不打手机 实话实说 我不愿意说太极端 但我觉得有点蹊跷 有点不正确 我不知道他心里有一个什么坎 或者有一个什么 隔阂 随着时间退移 也许他有一天 成为人父了 他也会 能想通很多事的 我是蒙特雷小猪 魁北克有趣的灵魂